第三十一回 我冒充洪秀泉弟弟的洪大泉被压解了上京 由宿信和曾國凡兩個負責審訊 但是審來審去,洪大泉死都說自己是天王的弟弟,叫做天德王 曾國凡就被迫來督穿他 你講來講去,自己是天德王 只要我們有證據證明你,根本就不姓洪 洪大泉有點怕青,曾國凡就說 洪秀泉就只有兩個大哥,一個妹妹 你這個弟弟是從何而來呢? 洪大泉一直聽著,被歌尖都飆冷汗 曾國凡就說 你是個讀書人,你自己思量下 你被厄解進京,時吉時空呢? 洪大泉就說 日打了入天爐,我都知道 那個蔡上鵝和丁守全是騙人的 我是被當作賊頭帶來京城請供的 好 是啊 哦?你就把你上班的供詞寫下來,求兩位大人救我,我真的有能力幫皇上趙徐洪秀傳他們,他們的傭兵之法我太熟悉了。 《似是後話》,曾國泛就叫了玉出來,拿紙拿筆給昭亮,這時曾國泛的心都不知道是什麼滋味,這次他做了這件事,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對朝廷來說,因別洪大泛的真偽,以識別蔡上柯的中間,自不然是好事,但對蔡上柯來說,那就空多吉少了。 曾國泛就好佩服咸豐皇帝,之所以要他和宿信審洪大泛呢?看來皇上已經看穿了洪大泛身上,逃著迷離的色彩,肯定已經疑心蔡上柯在作弊。 明知洪大泛是偽裝,要來弄假成真,借進京獻夫,挽救一下聲明狼藉的局面,開脫裏裏兵白的罪責。 這次蔡上柯就坐實了欺軍網上的大罪,更慘過打了一場大敗仗。 現在天黑齊了,刑報天爐門前掛起了燈籠,刑報街早已經沒有了行人。 呼,晚風掃過,看來頭仰起了一陣沙塵,消殺之地,還加多幾分恐怖氣氛。 在天爐門外,上繳之前,肅信和曾國凡不約而同地在繳前停了一下,又走在一起。 曾國凡已經猜到肅信想說什麼,自己想到的,對方一樣也會想到。 果然,肅信轉彎抹角地說了一些滋滋滋滋滋的事之後,嘆口氣就說了。 唉,聖上最生氣的不是無能,而是不忠。 鄭老兄啊,我看蔡宗堂這運大禍臨頭了。 那曾國凡,蘇黎認為蔡上柯為官頗有正聲,也很軟識地說。 我們能夠不夠他呀? 肅信就小笑。 看你呀,一副卑天敏人的心懷。 看怕洪大全的番宮一程上去,白紙黑字,都怕沒人救得到蔡宗堂了。 曾國凡就說,如果蔡宗堂只是失策之罪,就可以保住條命了。 哦,是呀,好。 那就看在你真老兄份上,我就以失策來定他的罪了。 不過我怕這樣,也平息不到皇上的雷霆萬鈞之路。 喏,洪大全一上宮,蔡上我不忠的罪名就即時坐定。 否則太平軍勢如破竹地攻入湖南,這個過失也要由他來承擔。 咸豐已經低起心肝,不再念他的功臣和自己繼位後的第一位宰相。 立刻要兵部非帝民書,將蔡上我所拿進京。 蔡上我總算大面,沒有被直接打入刑部大路。 咸豐偏偏偏要見一下他,那一來,蔡上我還要看著, 因為見到面,皇上怎麽都念一下夠情吧? 那私底下,肅信和曾國凡交談的時候就不是這樣看的。 咸豐這運,肯是要當面罵蔡上我來出氣? 不信,儘管放長眼看著,事關誰都不夠他們摸透咸豐的脾氣。 咸豐站在養心殿等蔡上我。 蔡上我早有精神準備,一嵐入屋,拱聲跪低,拿膝蓋當腳來走,一路走到咸豐的腳底。 咸豐挖聲挖氣地問,湖南軍武怎樣?你自己說一下。 蔡上我唯有句實啟咒,奴才無能,發匪功取貴揚州, 至周李啟趙逃到張樹去,由於鏡外頭自力身亡。 將來和春追到聖德橋,和發匪接戰,實力敗退二十里。 夠了!夠了! 你還有面子這樣說? 朕問你,你奉命出征一年有多,都做了什麽? 歷次周報,全部都是派兵尾追等等等等。 為什麽從來不見刑頭痛擊的智陽? 現在發匪已經向長沙進泉,一日都是你! 你,你身有大哥,但是用一個假匪手來蒙遍浸,你該當何罪啊? 蔡上我已經汗如雨下,趴在地上痛哭流梯。 神有欲聖上以重之恩,奴才顧父聖恩,願聽聖財。 咸豐對叔尚揮下手, 你說,怎樣處置他好? 叔尚就說,可以進奪其職,抄沒家產。 咸豐冷笑著說,嘿嘿嘿,還未夠死罪嗎? 罪當大匹,抄沒家產。 他三個兒子的職位,一起剝奪。 說完就生氣爆爆地走了, 蔡上我幾乎躺在地上就起不了身。 一個軍機署的官員就走上來,摘了蔡上我頂戴花嶺。 然後蔡上我就震臀臀地脫上穿的寶卦朝服, 繳還了遇刺的壓必龍刀,淒淒淒淒淒淒地退出。 叔尚就追著美,趕上去,賣個人情地說, 蔡宗棠,放心吧,在天路上委屈几天,我会想法子在圣上开心时,帮你讲一下情,免你一死的了 多谢,多谢关照 你又是大胆那龙的?没有那样作那样,搞个假天德皇来向圣上邀功 今天在西市,那个洪大泉就有人头落地了 蔡上柯就瞎了眼,脚步浮浮,好像中温鸡那样走开了 他一心想借洪大泉挽回一些面子,谁知是偷鸡不到蝎渣米,搞到身败名裂 他手上那只筹码的命运也不好得过他 洪大泉被绑负蔡氏口,恢復发匪赵梁的身份斩头 他临刑前就猛地骂,骂蔡上柯那个老责 他又哪里知道,蔡上柯还不过几天又像他那样的下场呢 那太平军向长沙进军,令整个湖南震动 杨秀清提出一整套运动战的构想 今天出了湖南以后,从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洪秀全及时予以肯定 太平军在湘南横素千军如剑席 令到清军将领惊恐万分 在进军长沙的一段时间 太平军士气高涨 攻城者都殊死战斗 锁过周远,不是官吏就不乱那么杀 很多百姓对待他们好像对亲人那样 经常请太平军入家里吃饭 越是这种时候 杨秀清越是看重军纪 连偶然妖民的兵士都严厉到处斩的地步 太平军的名声就更是远过千里了 152年的8月21日 在太平军占领邦州三日之后 萧朝贵跟着带兵出征 两日之后不战而克荣卿 8月31日进兵安人 争取完带兵攻占了礼令 随后跟萧朝贵合兵奔杂长沙 拉开了长沙81日大会战的序幕 太平军的神速进兵打乱了长沙城的秩序 当时长沙正值新旧巡府还未交接的时候 原来的巡府落顶章来饮 新巡府张亮基还未到饮 城里面得回一个帮办军务 罗妖典勉强主持防务 城里面除了三千兵和三千藏勇之外 就得回部署在城外的两支清兵了 一支是援州协库将朱汉的一千四百人 一支是西安镇总兵福城 和同关协库将允培立的闪兵千多人住在石马埔 赤江岭 长沙城道就人心惶惶 这阵时洪兽全还留在帮州未移 他想等攻克了长沙再移驾 这日上周 他刚刚看书 蒙德恩就进来说 翼王来了 红兽全放下书 请石大开坐下 朕找你来 是想跟你商讨一下招揽人才的事 湖南人结地令 我们不仅是招兵 应该招时 一时顶千兵 这个道理并非人人明白的 石大开想了一阵才问 那东王又怎么看呢 言下之意 就是说东王大权倾国 或者他不想招揽言士呢 红兽全一听就有点不喜欢了 东王 东王王的指挥精箭 哪里顾得这么多呢 石大开就说 自从出了个红大传 寿清就说 读书多的骨头院 攻克全周那时 有个宝学兽彩来投靠太平军 听他谈吐不足 我就提议留下管一下文书 出一下计谋 但是东王说不可靠 他说 要打天下 靠的是武力 文字是以后的事 哼 这样就不对了 南王临终之前 拉着朕的手 再三叮嘱 如果想创大业 永保天朝兴旺 必须港南天下延时 他这么说就对了 石大开就说 一入湖南我就听人家说 湖南有几大才子 噢 哪几个啊 一个是湖南翼 一个是曾国藩 这两个都只望不到 曾国藩已经做了二品侍郎 是我们的死对头 他的文章听说 他的文章听说是几老道 那个湖南翼也都不行 在贵州做着官 石大开又说 还有一个郭宋韬 有才情 不过做着经官 但真正狂傲不羁 又有大才的人 叫做左宗棠 这个人自称为金梁 金梁 金梁是什么 诸葛亮是古亮 他就是金梁 当今的诸葛好名 洪秀传一听就笑了 狂傲之人 必有真本事 当年的好名 不是要留官将三顾茅奴 才肯出山吗 诶 你说的这个左某人 言居何官职啊 布依一果 哎呀 太妙太妙了 始终对朝廷不满 又或是有其他缘故呢 我收留了一个商鄉小官来 他跟左宗棠有些拉肩的 都说他告诉我 谁知道的 这个左宗棠命水不是那么好 自从杜光十二年中了举人之后 三次进京应使不递 从此就不再巴结仕途 在家潜心 公独龙政严发兵士 经常藏语惊人 不合群的 好多官吏都不喜欢他 称他为狂士 啊 哎呀那真是天赐大言于朕了 就从他的三次不递 就知他必为朕所用 洪秀泉喜迎于息 好像即时间左宗棠就成了他的至交谋士 这样石达开又何等精明之人啊 他马上就明白了洪秀泉 为什么遵遵落到左宗棠的三次不递了 那事关洪秀泉呢 又是三次不递 才扎了孔夫子的牌位 开始造反的 所不同的是 左宗棠是个举人 三次是进京会使 而洪秀泉呢 只是在院士都未曾过得过 连个秀彩都未得到的 石达开对左宗棠的三次不递 也都有兴趣 因为做不想官的人呢 就难免会满肚牢骚 必然对官场不满 肯定容易生反骨的 比起仕途上春风得意的人来说 就容易拉起来 故此石达开有信心请左宗棠出山 在1852年的9月11日 萧朝贵就轻而易举地缩清了长沙城外七八里连营 杀死闪兵七八人 神速抢占了石马铺 轿我军之无数 西岸镇总兵福城 和同关协父将尹培立都在马蹄下丧命 直到当日的下午 省里头的罗妖典还未知道城外官兵被迁的消息 居然连城门都未曾删 可惜萧朝贵就误以为东南城郭才是城门 就白白攻打了一阵 如果势如破竹地从南城门道冲了进去 已经攻占了长沙了 到了夜晚 萧朝贵就下令李开芳 林凤祥带兵煮饭 休整 准备第二天主攻南门 同时占领苗高峰 混泥砌炮台 架重炮渣城 现在好夜了 太平均十几里连营到处是灯火 林凤祥不敢松懈 亲自巡哨 只见萧朝贵的中军帐前挂了一对大灯笼 洪宣娇除了黄金锁指甲 挨简易藏铺道 两只脚蹦下蹦下 萧朝贵在灯底下一尾在那里蹲书 洪宣娇就单单打打地说 大将军 林凤磨枪不行 营策兵书也不靓的 萧朝贵放下本书说 唉 以前在紫荆山烧炭 哪会猜到有这么一日 大令千军万马上阵杀敌 那时候一面望 望萧多几摇炭 卖回好价钱 还整天望天头冻 越冻越厚 不是呀 谁买我的炭了 幸好你不是做棺材的 如果是就惨了 那你不是天天都望死人 快点睡吧 明天还要功成的 我要出去查骚 万一清了来劫营就不得了了 洪宣娇就立即递高脚了 喂 我还没有洗脚了 半夜三间 随便算吧 免得麻烦你这些牌刀手 那些牌刀手起身煲水 人家不煲就你煲 以前你为什么这么会献恩勤的 天天帮我煲洗脚水 还帮我拿起来 那些牌刀手起身煲 烧潮贵一路烧骑骑 走开门口 你都傻的 那时不煲洗脚水 哪里煲得动你的心 哼 我早就知道你是迈布不带赤 全心不良的了 喂喂喂 忍着来 你欲骂本王 犯了杀头罪的 难了 都没等你杀我 我就拧这个头来当登座了 笑潮贵一路笑 骑骑的就出去了 长沙是湖南的省城 太平军这次攻打长沙 损失惨重了 要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